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盘棋呢是2016年的应试杯决赛的第三局 两位对局者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高手 黑棋是我们中国的唐卫星九段 白棋是韩国的朴婷环九段 在此前的这个前两局当中比分占成了1比1 因此这盘棋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盘 现在这个局面请各位看一下 此时呢白棋右边的这一块棋 在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当中 还处于背弓啊 相对来说比较被动的这种状态 边上呢如果非黑棋可以顶了一般 也就是说白棋想要作业在这边还是比较困难 中间大概是有这么一个眼的空间和弹性 再一个白棋要考虑的问题就是 上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形啊 它其实就是一个市与实地的这么一个交换 白棋取市黑棋取地 但是这一排后市究竟能不能够发挥很好的作用 这也是白棋现在想要去权衡的问题 尤其是现在边上白棋这边拆了一个子之后呢 白棋的这个整体的空间和潜力 都是非常值得去发展的 因此现在白棋如果说在边上 他没办法就地求活 那只能考虑往这个外面跑 因为我们都告诉大家 在这个你处理一块姑棋的时候 首先去考虑的就是怎么把你的这个子孝变高 子孝变高的方式 或者说缓解你子孝变低的这么一种方式 就是就地生根 就地生根比起往外跑 所要花的子会少很多 因为你一旦是需要跑出去的话 那对方就会用更多的这种方式来攻击你 在其中获利 但是现在这个局面呢 面临白棋的问题 他是不得不往外走 不过关键就是在于 你既然选择了往外跑的话 那么这个具体的招法上 就值得去好好的去斟酌一下 如果第一杆 简单的跳一个 那么黑棋在这边 他比如说飞 白棋走 黑棋顺势再一跳 这样我们总感觉 白棋有一种引狼入室的感觉 因为当你每跑一步 黑棋 他都可以顺势的进入到白棋的这么一个领域当中 当然可能黑棋 还有比这个下法更加积极的这种选择 我们现在就摆这么一个示意图 让大家感受一下 如果你还要继续走的话 这边黑棋这个打入和点三三都变得很现实 直接跳出来不能满意 那白棋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其他的这个选择呢 其实我们在把自己的这个棋 或者说逃估 或者说在处理自己问题的时候呢 很多时候都会忽略一个问题 就是你忘了去探究一下黑棋的弱点 从这块棋和这块棋来分析的话 其实黑棋中间的这三个子 虽然嘴里含着白棋的这颗 但是呢白棋这颗子 它的活动空间也是非常大的 比方说我跑出来从这里跳 或者我就很直接的贴出来 也就是说 如果白棋在这边有一个很好的这种出头方式 那么再强调黑棋的这个这块棋 应该说这样下才是比较高效的一种选择 或者说白棋只有这样才能够 使得只能够牵制到黑棋右边三个子 才能更好的来处理自己的这样一个问题 那这些都是这之间都是相辅相成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实战 朴廷淮淮九段的选择 他从这个位置肩冲过来 通常情况下我们下肩冲 基本上是为了倾销 或者说是借镜 此时的这个局面 白棋的这个下法更倾向于第二种 就是借镜 借镜出头 借势出头 因为对于肩冲来说 通常情况下 这个对方都会跟着走 因为比起其他的 比如说我在这放着 在这放一个 对你这个子的压力 都没有在肩冲的位置更大 因为如果你不走的话 无论是贴上来 还是挡下去 那么对于这个子 都是实实在在的 我在压迫你 在这个要求你继续走戏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 肩冲是借镜呢 就是因为我往这走以后 你要跟着我走 我才能有这个后续的 这样的一种出头 如果现在黑棋飞的话 我们就摆一个简单的 比方说这个时候再跳 这样的棋会不会 我们已经觉得 比直接在这刚才 摆的这个跳出来 要感到生动很多呢 因为这样走了以后 白棋他想强调的是 从这边出来 然后再威胁你 这一块棋 四肌再把这个子动出 这才是白棋一个正确的 一个高效的这种选择 如果黑棋要考虑 这一块棋 他无论是走这边 还是自补一手 那白棋的下一手 从这儿虎过 还是非常舒展的一个形状 就是白棋他有下一手 其实我们下棋很多时候 我们告诉棋 我们要多想两步棋 其实这个多想两步棋 只是一种很宽泛的说法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你下这个上一手棋的时候 你要给自己留下一手 这一点很重要 你的下一手棋 就代表着 能够让上一手棋达到满意 这样才是一个连贯的思路 煎冲 借劲 刚才说了 黑棋又不好意思不走 那又不好意思 让白棋这么 跟着顺势的就出来 所以他选择了一个 我既能够照顾这个子 又同时还是想要阻碍你连回家 这样的手段 这个时候白棋的出头 还是很重要 它的具体的选点 假设从这儿 还是按照这个 刚才上一手棋 这样按照黑棋贴的这个下法 白棋跳的话 那这个时候 白棋的步调就会显得很慢了 黑棋它也不会说 我在这边急着攻你 它有可能会采取 比如说我尖冲 或者说把这个子放到这边 或者离你远一点的这种下法 甚至于是否 有可能黑棋 会考虑直接把你飞锋住 如果黑棋对自己的这个力量 比较自信的话 这样飞了之后一尝 这个棋对白棋来讲 也是很有风险的 哪怕最终黑棋 吃不掉白棋 应该说 想要吃这块棋的话 还是非常难的 但是黑棋 借着这样的 是把白棋封在里面 整体 我们看到 有了这一道棋以后 它对白棋上面的 这个后视 是一个很好的抵制 所以现在白棋的这个出头点 依然非常重要 实战呢 白棋 从这个方向飞过来 这手棋很灵活 我们在看这个高手下棋的时候 会感觉他们的棋 非常灵活 你想要去抓住他的话 他能够很轻易的 避开你的这个锋芒 所以我们其实 说这个一个棋手 他力量大 并不是在于 他会在任何时刻 都跟你去针锋相对的 去迎头而上 最关键的就是在于 他能够很清楚的判断 我什么时机要作战 如果在我不力的时候 我要有怎么样的 一种避其锋芒的下法 这一点呢 才是一个何时宜的 这么一种掌控全局之下的 一个正确的选择 所以现在白棋的这个下法呢 它其实就是 避开了黑棋这手棋的锋芒 因为我们刚才说 这么去 小范围的 慢速度的出头 它的效率很低 如果说你想强硬一点 从这飞过来呢 它又有其他的担心 比如说黑棋 这边 是不是就可能 要强调你这个白棋 你形状上 自己脚跟都没有站稳 就来 下这种 很过分的棋 但是这手棋 看上去白棋 跑得更远 难道不是更过分吗 但是呢 它其实是给自己留了一个 相对来说 比较宽松的空间 如果说黑棋 想从这 飞断的话 白棋这么一跳 它就是 穿向眼 黑棋 拿白棋很难办 因为这个词 它并不是一个 重要的棋子 在这个过程里面 黑棋如果这样冲 它等于把自己 这边也撞薄了 它不敢怎么下 如果黑棋 像我们刚才说的 要从这边走的话呢 白棋有可能 这边尖断 这个子放在这 比放到这呢 会更有效果一些 白棋走在这 黑棋大概也是 意识到了 这个棋对于 跑出去之后 可能会给自己带来一个 比较严重的这种影响 所以黑棋 自补一手 那因为其实 这个棋让黑棋 自己补是很难受的事情 它很难找到一个 一手棋把这个子 补净的这么一个 好的结果 虽然你走在这 可以吃掉这个子 但是给自己随之而来 造成的这个 后续的这种烦恼 也非常多 比如说白棋 这个点次 再点一下 这边 它有了这个穿的话 白棋这块棋 又变得更厚了 黑棋觉得 与其如此 我就把这个自己走厚一点 来强调你的问题 白棋也是非常的 识实物 补了回来 这样在这个局部呢 黑棋觉得 既然白棋已经出头了 我也找不到更好的 继续乘胜追击的这种下法 那就比较务实的 把这个小尖走到 它先是从这边走的话 看一下白棋应手 它可能再考虑在这边动手 白棋的下一手 其实依然是非常的大局 它从这边脱先了 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个下棋一定不能跟着对方走 否则你就是被对方牵着鼻子 白棋拖先再走到这一手 这手棋首先对于这一道的 这个防线是非常有价值的一手 再一个呢 它其实还有一层深意 就是它其实是想把这个子跑出来 有了这个子做接应的话 白棋这一跑 黑棋 打吃 我再一跑 刚才没有这个子的时候呢 黑棋它可以跳架住 就是白棋这几个子 它是跑不出来的 但是现在在这有子以后 黑棋的这个跳架 它就不成立了 白棋可以跑出来 就是我们刚才说 黑棋之所以在这边 自补一手很难过 是因为它没有办法一手棋把问题补好 下到这呢 我们这一个局部就给大家介绍完了 最主要的是让各位欣赏到白棋 在这个局面下一个很准确的判断 包括他的这个在判断之后的这些下法 也是非常的有想法 很有深意 值得我们去欣赏和借鉴 各位旗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棋子妙下 我是王湘如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一盘棋呢 是应试杯决赛的第一局 2016年的这个应试杯 黑棋是唐伟星九段 白棋是嫖廷环九段 此时的这个局面上一手棋 黑棋坚顶 然后白棋面临处理这两个子的问题 同时呢 这边这个两子相对来说 比较清零一点 白棋想要在这个时候呢 从低感来说 这个黑棋坚顶的话 白棋想立 但如果说立一个会显得步调 变得非常的慢 下一手也许黑棋会从这边飞过来 面对左边和下边非常广阔的天地 中间的头 假设被黑棋抢过来的话 以后在整个局势当中 对于这个黑棋来说 会更容易去掌控 我们都说入辅正正面 高折再辅 所以中间的这么一个掌控权 现在是非常重要的 意识到了这一点的话 白棋首先这个力是不能走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实战 白棋是怎么下的 首先 二路一班 这是先手阻度的一种方式 其次呢 他也是为了 后来在黑棋的这个形状当中做准备 然后再一靠 其实白棋的这个连环性的下法 对于这个肩顶的跳这个形状是非常常见的 也是很实用 所以呢 截取这样的一个片段给各位其友分享一下 让大家对于这个局面呢 有一定的认识 以后不妨在实战当中呢 也试着去运用一下 首先白棋他之所以敢靠 他是不担心两个问题 一个是你从这边挖 还有一个就是从这边挖 如果黑棋挖这个 我们先看 白棋打持 黑棋接住的时候呢 白棋他的选择是非常多的 他可以把上面粘上 甚至于他可以下得狠一点 从这边搬 黑棋实在是不好意思再冲了 冲了被打成一个鱼形 白棋无论是粘哪边 黑棋的结果都不会好 但即使吃在这呢 也没有什么好处 这被白棋打一下 黑棋吃掉的上面木树 其实就是接近石木棋 但是整个白棋 把正面的中腹全部都走到了 然后再从这个方向 比方说再一拐 这一道势力构起来 是非常的宏伟壮观 绝不是黑棋吃掉 石木棋可以相抗衡的 这么一个价值 黑棋袜上面结果也是大同小异 白棋打吃 黑棋粘的时候白棋就粘住 下一手棋再被白棋这样打过来 黑棋绝对是不能忍受 但是无论你是长还是打吃 这么走的话 白棋这边他也是很好地 提到了把这个字处理好的 这么一种状态 而且关键是走到了这个班 正面的这个中腹的控制权 还是在白棋的这个手上 他下一步飞或者说 就最简单的就粘住 白棋也不会是说 现在是受你黑棋进攻的 这么一个被动状态 所以白棋靠上来 他不担心黑棋从这边走 因此呢 实战的这个班似乎就变得比较必然了 这个时候呢 也很关键 我们都说二字头必班 所以这个时候呢 白棋的这个班一个 是非常重要的一手 如果说你在这个时候 长或者跳一个 被黑棋从这个方向走出来 白棋都会有一种 自己就松了一口气 这种嫌疑 这个时候松了一口气 不是说你在这个紧张的状态下 让自己得到缓解 而是在你关键的时候 你没有把这口气顶上去 而是自己给自己松绑 但是往往这样的情况 这个结局并不会很好 因为整体的原本白棋很积极的这样一个状态 就被黑棋等于是扭转了这个局面 必须要搬上来 也只有搬上来才能够强调 刚才这个搬完了之后 黑棋在上边的这块棋当中 它棋形上的一些问题 当然作为黑棋来讲 此时也没有其他的选择 也必须迎头而上 断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看这个高手他们下棋 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 在一个地方 他明知道对方是有一个断的这样的手段 明知道这么下的话 给自己留下了断点 但是他依然会这么去选择 甚至带着几分这个不得不这么下的 这样一种悲壮的情节 那其实这正是体现了 维棋他在这样的一些环节当中 是其实充满着一个未知 但是呢又带着几分必然 当黑棋断上来的时候 白线下一手棋很有意思 也是很跳跃的这么一个下法 他不是长这边也不是长这儿 更不是跳 他是从这个方向飞过来 这手棋似乎跟现在在这边 一个胶着状态的这种对战 显得有一些莫名其妙 怎么白起往这个方向去走起 其实呢 他是有自己的想法 因为有了这个飞 所以下一步棋的这个段上去 就会非常的严厉 黑棋为了防止这个段 假设从这边打出来 这恰恰就中了白棋的圈套 因为这样打了之后 这个子现在被白棋一吃 然后再一加 他就跑不掉了 所以其实白棋的这个飞 是一种借势的下法 我竟瞄着你的断点 但如果你为了补断这么下的话 我又在其他的地方会得到便宜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思路 作为黑棋来讲的话 从这边冲出来 正好是郑重白棋下坏 所以 他的下法也是非常的积极 靠一个 其实道理是一样的 如果这个时候白棋 要从这儿打出来的话 为了补这个断点 这样黑棋 这样从这儿一吃 白棋这个子就被蒸死了 接上 其实黑棋是 与白棋做一个交换 他为的是把这个补上 因为这手棋 我们刚刚说的 欠了一手 需要自补 但是 因为有这个交换呢 使得白棋的整体的棋形上 会变得重一点 而且如果白棋 从这边打出来的话 他等于给白棋留了一个断点 双方在这个局部进行的下法 非常的精彩 针锋相对 白棋出头 再贴 黑棋 长 白棋是先在这里 单退一手 因为打完了以后 再退的话 给自己的这边会走中 所以他直接选择退一个 这样的话呢 把选择权留给黑棋 如果你在这边退 我就跳一个 对于这块鞋的死活的话 是暂且是不用担心 所以黑棋从这长 他其实就是想逼迫白棋 把这边打出来 然后这个子就顺道出来 所以这盘棋 其实我们看到 在这个局部 双方下的棋 都是一种在追求调子 就是顺势而为 他很多时候不是刻意的 要把自己的棋形 走到怎么样一个结果 而是寻求 我下在这让你对方必须这么走 然后我再很顺调的跟着走出来 这样的这个思路很有趣 白棋这样贴一下 然后断一下跟黑棋交换 现在黑棋不能打这个 打的话尝完 下一手机从这有个打吃 但是这边吼到这这样的形状上 也有很多的余味 不过暂且黑棋可以先不管这个问题 白棋再出来 其实从这个过程里面看到 白棋他不是强调强行 一定要把这个头扭过来 而是用这种方式 他其实在这边 也是多了两个子 对左边的发展也是很有 很有作用 接着再贴出来 黑棋长 再贴一下 虽然白棋从这个方向跟黑棋交换的话 并不是很满意 但是呢 他从这边走厚了以后 这一步棋的断点就变得非常的明确 所以白棋他也不是说 我随随便便就是让你能够把中间的这个头走到 这是白棋 他如果说没有这个断作为交换条件的话 白棋也肯定不会这么下 这样走过来之后呢 白棋再沾 现在白棋沾住 黑棋要考虑的问题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在这边上面是有一个 对于白棋来讲有很丰富的这个味道 假设黑棋拖先 白棋这个一长 看看你怎么下 如果你接住的话 白棋恐怕这一挡 这里面就会出现一个 比较严重的问题 如果你黑棋收气的话 我这样打了 从这打下来 即便你这么收完了以后 我这一袋一路都有先手 就可以很轻松的进到你的黑棋的脚里面 那这个木树的话 一来一回会相差非常多 木树很大 黑棋要在这里自补一手 提掉 这个为什么黑棋要提呢 它也是防白棋从这打 但是这个断点的话 它其实还是在这个里面会有一些味道 不过比刚才要好很多 基本上可能白棋在这留下的是一些 在找结材里面会比较丰富的这么一个结库 然后白棋再把这个三子一断 首先黑棋不能从这吃 从这吃出来的话 本身这个价值就不大 吃出来白棋顺势一连 这块棋只有当白棋变厚了之后呢 黑棋的这四个子就不是我们刚才说的是 白棋在助力你 黑棋走中中央 而是把黑棋变成了一块这个姑棋 因为白棋两边都厚了 所以黑棋就会显得很孤单 基本上当白棋一断这个局部 就告一段落 从白棋的靠了一班 双方在这个地方一言不合就开战 再到白棋的小飞 这样的一种寻求顺势 顺调出头 接着黑棋的这个下法 双方在这个局部 向我们演绎了非常精彩的这个片段 让我们感受到对于高手在中复 是如何去判断 如何去掌控 如何去运用的 再到一些细节上的手段 都非常的细腻 值得我们去慢慢的品味和欣赏 好的各位棋友 这盘棋就为您介绍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